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在中美贸易战的大形势下 两岸关系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感谢李先生上我们节目 谢谢您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先生 接着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其实我们上一期节目谈到了 美国现在贸易战的这个触角 或者说贸易战的这种范围逐渐在扩大 已经从单纯的要求中国平衡 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的量 已经逐渐要求中国改变经贸体制 你不能搞中国制造2025 你不可以搞国有企业 你不可以举全国之力搞科研 因为对我美国不公平 已经直接告诉中国说 12345 I don't like it 改变它 这个镜头有点越来越咄咄逼人 所以呢 当然了 在中国不屈服的情况下 台湾就成了美国手里很好打的一张牌 我看到台湾媒体 这是台湾媒体的报道 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说 美国很有可能会在台湾海峡举行军演 这就是在中国的家门口 而又选择了一个最敏感的台湾海峡的地方 来搞一场军演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这个挑衅的味道太重了 你怎么看 会有可能吗 美国会这么干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只是在整个美国世界的 一旗啊 这个旗局当中的一个旗子而已 其实美国你可以 其实以前人的打仗是要靠刺刀 要靠枪 要靠尺带 现在的战争是不用了 现在战争 你用钱就可以打 你说我们以前的战争 你就是在这条线 在这个区域 或者是打得你死我活嘛 但是现在这个全面的贸易战 它是关心到每一个人口袋里面的钱 关心到你过日子 也就是说 所以你可以发现 美国他在打这个贸易战 它是一个全盘性的一个打法 贸易战它只是一个借口 它只是一个叫做把你的手 把你的脚伸到中国的一个说法 或者是一个 你看以前我们八国联军 在打清朝的时候 这个各式各样的说法 它都有啊 你看日本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 它说我有个日本兵不见了 失踪了 他就可以找茬 他就可以长驱直入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美国它真正的一个做法 我们我的采访 因为还没有人看到最后的那个棋 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它真正目的是要打开中国的这个门户 也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的 那当然你说这个中美贸易逆差会差那么多 那个道理是很简单 因为叫做竞争力不一样嘛 美国什么都贵 这个劳工贵保险贵什么都贵 所以它的竞争力 所以它的竞争力比较差 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 那中国本身它可以控制在它的竞争 它可以把它的竞争力变得很好 因为它可以把它的成本压到最低 那那个关键是什么 那关键是它认为 在美国人的心里认为 我没有办法进到你的市场里面 我没有办法要求你跟我有相同的那个竞争力 所以整个贸易战它只是美国 它想要借着另外一种方式去改变中国 让中国不一样 那当中国的制度或者是这个做法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 美国就有太大的机会能够把它的脚伸到中国里面 它才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 你看以前八国联军进到清朝来 他们要开铁路啊 他们要开洋行啊 他们要卖鸦片啊 他们要卖洋货啊 因为这里面它有太大的一个市场 那这一次美国的做法又何尝不是呢 所以在美国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当中 它是一步一步的要打到中国的门户里面 而台湾在这个时候 刚好是它一个旗 让人家 让这个中国觉得 它的确在你的门口耀武扬威 它的确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大型的军队 或者是这个飞机 在你的门口 在中国的门口这样擦边而过 而中国能够做什么 我想这样的 中国如果台湾真的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化 那真的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为什么 中国人常常在讲 船过水无痕嘛 这个战争只是一时的 但是当你夹在中国跟美国两个大国之间 你所扮演的角色 是越安静越好 越平衡越好 越不引起注意越好 而且你越中间 越不站 越不站边 对你的那种安全跟持久度 那是最久的 那你今天你愿意叫做为马前卒 成为别人冲锋陷阵的那个棋子 你别忘了 美国的总统是一个商人的总统 商人总统就会做一件事 叫做用完就丢 没错 利用架子没了 就把你甩到一边去 那你所面临的这种 所挑起的这种战端 或者所制造的这种仇恨 甚至那种对立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你一个能够避赢的筹码吗 这是你最好的一个算计吗 我觉得民进党人 有时候在这一块的算计上 太短视近利 太急功耗力 太站在他个人正胆的一个立场 没有为台湾整个将来的一个前途 做一个广阔的一个计算跟开口 恐怕他们也是不想那么远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执政能有多久 而且能如何未来怎么样 他似乎对台湾的未来 并没有那么多的设想 但是不管怎么样 美国现在台湾现在能够依靠的就是美国 现在美台之间的军售 已经宣布了三亿美元 虽然都是一些主要的零部件的供应 但是毕竟这一次的军售 还是依然在这个 理由依然是说 希望两岸之间的军事平衡 让台湾能够尽可能保持一些军事平衡 军售问题也是中美建交以后遗留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是由来已久 但是军售对台湾来讲 我看很多的一些台湾民间的一些教授们就说 他说别说卖你三个亿 卖你三十亿三百个亿 你就能保卫得了台湾吗 你还不是就交一个保护费吗 就说钱显然买军火 是不能给台湾带来安全的 可是蔡英文说我还得必须得买 不仅要买 而还加价去买 否则的话 我连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 也说买军火已经成为台湾民进党执政生存的保障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民进党能够选择的这个步 或者说选择的方式已经很少 很多 很少了 那其实我们常讲说 你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 你维持着一个安定稳定的一个关系 西线本来无战事嘛 你又何必把坦克跟大炮放在那里 那你今天你要买这个军火 你要买这么多的这些防备防备的防御性的武器 就是你心中已经知道 你已经惹起了 你已经惹了这场火 或者是你已经把这个挑衅给挑惹起来 所以你必须要买一些东西 与其说买吧 应该说买你的老大哥的心 你要买美国对你表面上的一个支持 然后让你自己心中会有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感觉 至少我买了这些东西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我这个保护费我都交了 那是不是能够至少不要让事情这么的严重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做法都是蛮悲哀的 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根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买再多的东西 假设两岸之间的形式有紧张 或者是说你今天真的愿意为美国的马前卒的时候 把战场放在你自己的家园上面的时候 你觉得这对你是聪明的吗 你买那么再多的武器 你又能够撑多久 你不怕这样一来一回的谈判当中 你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让步的一个筹码 那我觉得从这些角度上来看 台湾现在是处在一个蛮危险的一个味道的所在 而且现在在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 台湾过早的选边站 其实对台湾的台商们也不公平 其实我特别注意到 像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前十名企业里面 有一半是台商 所以因为台湾就这样一个模式 台北接单 大陆出货 然后出口美国 这是很多台商经营 三角贸易 就是说可是问题在这 由于你的货是从中国大陆走向美国的 不管你的老板是谁 你的货是从天津港 这个大连港出去的 不是从高雄港出去的 它就变成了大陆产品 可是当大陆跟美国之间产生贸易纠纷的时候 美国现在制裁中国 或者说提高关税的时候 受伤的显然是台商 好像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似乎有点并不介意这件事情 或者说根本就不管这个事情 那叫做无能为力 因为台商跟大陆的关系这么密切 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 两岸距离这么近 同文同种 资金的流动又是这样的一个繁复 有多少台湾人现在都在大陆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否定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你可以这样想说你不要去大陆 可是除了去大陆你能给他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 更多的一个出路 你真的叫他们所有人都把工厂搬到美国来 那还不是相同的问题 你又再出现了 那问题是你不帮这些人去找出路 那他们自己去找出路 他们的出路就在大陆 就在大陆的这块市场上 那今天台湾市场扮演着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角色 你在你的立场上你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可是你的利益是跟大陆绑在一起 那你不就是你的右手在打你的左手 这不是在你用你右手跟美国的关系 去对付你左手这么多台商在大陆 甚至你看三角贸易 最后的那个钱还不是通通都回到台湾来 这些对你真的会有帮助吗 两只手在彼此互相打仗 而这两只手后面的组织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难道你自己没有看出那个矛盾系 或者是说而且更麻烦的是 这两只手里面真正扮演实际的立志 实际的利益是在中国这一块 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制造 都是在中国赚到的钱 你一拿你的左手去把你的右手给砍了 那到时候你会不会两只手全都没有 还是你有没有找到其他能够取代的方式 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还没有的 时间关于我们休息一下 我检查你 你识别的 我买得 我还是不说